一直以来 以往的南极类题材都不是实景拍摄 都是弄虚作假 而南极之恋整个剧组都扎根在南极 并且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每位工作人员都接受了专业的培训 为安全做好了保证 而拍摄阵容更是空前强大 该片由吴友英编剧并指导 汇集了杨子珊 赵又廷等人的演出阵容 为了完美地还原极地的冰雪天地 更是请来亚洲顶级特效团队 同步抵达南极为后期西季做足准备 以让观众体验最真实最震撼的南极 电影中赵又廷饰演的是婚庆公司的大老板傅春 一位唯利是图的商人 为了筹备一场别开身面的南极婚礼 乘坐飞机前往南极 而坐在他对面的杨子珊饰演的金如意 是一个南极考察的物理学家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他对充满同臭味的傅春颇为不屑 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人 却因一次悄然而至的风暴 造成了空难联系在一起 危难面前才能见人心 故障飞机被迫着陆 如意伤到左腿无法动弹 但是傅春并没有选择独自逃生 他不顾自身安危救出了如意 事实证明好人是有好报的 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雪 傅春首舞足蹈的不知所措 此时如意沉着冷静指挥傅春挖雪坑 躲过了暴风雪 随后他们又找到了一间小木屋 屋内存有不少食物 傅春发现后很高兴 可是如意却并没有沾沾自喜 迅速根据物资制定每天食用食品的用量 并做好规划 那就是如何在食物物资消耗前找到唯一的生机 南极救助站 由于左腿的伤势 如意只能在木屋内出谋划策 为傅春探路制定计划 可是事实上计划再多 也难以面对复杂多变的南极气候 傅春先后坠入冰川和冰海之中 在这极度恶劣的天气下 女人生的如意并没有避嫌 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冻僵的傅春 患难见真情 事后傅春勇敢表白 在这极地里 天为父 地为母 结为夫妻 我想最浪漫的婚礼莫过于此 当几十天后 傅春和如意物资损耗消失殆尽 他俩会怎样选择 会把深的最后一份希望留给对方吗 南极之恋正在全国影院热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睹为快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会一直等着你哦